在外面一整天 這樣就只要開始製作的時候 一開始 然後跟你說要請教你自己當製作人的感想是什麼 絕對不可能 做不動 為什麼 因為技術不好 我一開始很擔心製作人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是我 我常常會聽人家在說 做完一張專輯或是 或是我們在開會的時候你會說 你希望你這張專輯說什麼事情 因為那些東西就是跟著時間慢慢產生的 如果硬要說他有一個自信的話 就是很像我的紀錄片 我這三年的紀錄片 這次演唱會你就開始會帶著樂團 還有其他的樂手 這個對你來講你在表演上有什麼樣子 我覺得 我還是最喜歡一個人唱歌 但是 我的編曲越來越 應該說越來越多的編曲的部分是 比如說這個吉他彈的這一句很重要 做個一定要有這一句 但我一個人做不到 所以我想要在演唱會上很完整的執行 比如說那首風琴 我也要那個音色 我需要大提琴的音色 我就一定要找那些 我很崇拜的樂手們來跟我一起合作 這一次會這樣做 就是想要讓專輯的東西很完整的呈現 然後第二個是跳舞這件事情 其實我一直都很想試試看 雖然我知道我跳得很特別 但是我一直都想試試看跟台下有一些互動 所以我會想要下台來一下 像郭富城這樣 對像郭富城那樣子 演唱會的部分我是覺得 越想做的事情越來越多了 比如說我覺得光就是這一次 決定Legacy連辦兩場 就是一個超級大的改變 因為為什麼我們敢這樣做決定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覺得有希望對不對 對啊 而且還有一個部分 還有一個是附近 因為這次我們就是決定要 做一些改變 看到那個舞台設計圖 為你設計了很多的 跟你的感覺很適合 就是他去設想 他最想要在哪裡 聽你表演 因為小龜他在幫我做之前 他有要求我 把每一首歌的創作背景跟他說 然後我就很期待他會做出什麼舞台 然後看到舞台就是 我的心想說 哇小龜我的音樂在你心裡 長這樣喔 有一種神秘感 就是很神秘 我覺得有點像 哈利波特的感覺 我很喜歡就是 因為找小龜來就是喜歡他的東西 我滿滿感動的 還有延伸舞台是不是 對有一個延伸舞台 對對 剛剛我們說你會跟 互動 對你會跟最前面的觀眾很開心 是 但是最後面的觀眾也靈你近一點 對對對 那特別來賓呢 特別來賓 少蛋薄啊 滿足自己的慾望 有記得我們那時候在 我們要公布前一天 也先做一個黑影 對對對 有人帶到小禎嗎 好像很少 對很少 對很少 因為不相信他會出來唱歌 對很難耶 第二天 好不容易 終於請到小禎了 黃小禎來我覺得 那個意義的層面 大於 所有 對我來 對我的自己心裡來講 因為 我前兩張是他幫我製作的 那他在製作過程中 每一張都帶給我 幫我上不一樣的課 兩天 好像感覺是完全 蛋薄像是同學來玩 對對對 想像是 他是來檢查功課 是 看完我表演 最開心的 那讓我覺得最開心 或最鼓舞我的就是 嗯 當你看完我表演 離開這個場地 回家的路上 你騎著車 或是你坐著車 你會忍不住想 哼 哼我剛剛唱的哪一首歌 嗯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對我來說 莫大的鼓勵 音樂人 可能就是 自己就是最好的行銷 他 他唱歌 他出來告訴你 這首歌到底在講什麼東西 那你會不會得到共鳴 你會不會 感同身受 知道這個歌 跟你 有同樣的情感的連結 這個演唱會結束之後 黃小禎還是要繼續 他的音樂的生涯吧 我想他還是會繼續寫歌 繼續講他想講的事情 那 應該我們就還是會一起 努力做更好的音樂的作品 更好的演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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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